同样是来自汐止的相关报道 汐止保新街有一段道路 在大型车辆不断的重压之下 长期以来路面都变得坑坑洞洞的 而且呢一下雨就会积水严重 经过的人车来说真的是安全堪雨 虽然说在先前道路已经重铺了 不过呢道路两侧却还是凹凸不平 在接货沉浸之后12号这点早上 市议员周亚林服务处就邀请了 相关单位人员现场进行的会堪 这里是保新街 可以看到路面很平整 因为才刚铺好没多久 之前这段路面很不平整 破损不堪 重铺之后变平坦 不过却有一些小缺失 因为在靠近路面边侧没有铺到 整个凹凸不平 因为我们去年就是在这边铺 保新街我们整个博路都把它铺过 那可能在里面这边的话 因为当初经费问题 我们没有把它抛除掉 那所以本来就是说 可能会把那个博路 会把它盖上去整个边缘 那后来我们发现 就是它边沟的地方 差不多有10公分左右 就变成它博路没有铺到 那这边里面也在反映 就是它可能 如果说会车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危险 这是保新街 这条道路 以前在铺博路的时候 可能没有再注意 也没有很完善 所以博路的旁边 它还是低了一块 所以在借货城勤之后 12号上午议员周达林服务处 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 现场会刊 在距离边边10公分左右的地方 不平整 造成行经人车的不安全 会刊要求公所改善 在行车的时候很危险 所以里长来告诉我们的时候 我们请公所来会刊 希望说这条道路 整条道路的旁边 低洼的地方把它补起 这样行车才会安全 可以看到道路边侧凹凸不平 会刊之后 公所陨落进行修补 保障行经人车安全 这条慧林细致采访报道